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补气18位专注于补充人体气血 改善阴气血不足引起的各种问题 而三高代谢宝则帮助排出体内毒素 全面调理身体内脏的功能 这两款产品相辅相成 共同提升您的整体健康 如果您感兴趣 请不要错过 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布林肯访问以色列 促进加沙停火 中俄一朝四周新国 国际社会已看清他们 民众关注 海水倒灌背后的原因 失踪十年之后 央视前主播瑞成刚重出江湖 在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 被以色列军方斩首后的几天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于10月22日抵达以色列 展开了他自去年10月以哈冲突爆发以来的第11次中东之行 布林肯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达成加沙停火协定 并确保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 在与内塔尼亚胡的会谈中 布林肯强调 辛瓦尔先走 为双方的停火谈判创造了重要机会 他表示 随着辛瓦尔的离开 释放人质和结束冲突的前景有了新的希望 内塔尼亚胡在会议中表示 辛瓦尔被斩首后 可能对释放人质以及让战争结束 并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产生积极影响 布林肯还呼吁 以色列向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 尤其是向数万名被困在战斗中的加沙北部平民提供支持 他指出 必须为巴勒斯坦人提供重建生活的机会 以便在冲突结束后实现持久安全 在辛瓦尔被处决的背景下 哈马斯内部出现了一系列变化 辛瓦尔生前意识到 自己可能会成为以色列的攻击目标 甚至对自己的身后事进行了安排 根据报道 他曾对调解人表示 我没有被困 我是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 辛瓦尔还建议 哈马斯在他身后成立一个领导委员会来管理组织事务 分析人士指出 辛瓦尔的强硬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被灭 在与外部谈判代表的交流中 他曾多次拒绝同意停火协议 认为加沙平民不断被送走 会给以色列带来国际压力 他希望冲突能够引发对以色列的更广泛的地区战争 哈马斯目前在卡塔尔设有一个五人委员会 负责暂时领导该组织 直到明年3月的领导层选举 此时 辛瓦尔被处决 为哈马斯的未来治理和战略方向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 以色列和利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也在加剧 布林肯在与内塔米亚湖会谈前不久 真主党向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发射了火箭弹 而以色列则宣称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攻击 以色列还针对真主党在贝鲁特的目标进行了空袭 布林肯在访问期间重申 美国支持塞尼巴嫩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强调遵守联合国安理会2006年第1701号决议 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 美国国务卿表示 必须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当前的危机 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 加沙的罹难人数已超过42,600人 其中包括数千名哈马斯武装分子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大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人 菲利普·拉扎里尼呼吁 战斗应立即停止 以便平民能够安全撤离 拉扎里尼指出 加沙北部的居民感到被遗弃 急需人道援助 在当前局势下 美国总统拜登已要求布林肯 加大对中东的外交努力 以促成停火协议的达成 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 各方在停火条件上的分歧依然显著 以色列希望彻底消除哈马斯对加沙的统治 而哈马斯则寻求保护自身的政治利益 布林肯的访问标志着 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外交努力 但未来的谈判是否能实现突破 仍充满不确定性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 找到解决方案 将是决定未来局势走向的关键 近期 中俄一朝自国的合作不断深化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共党魁习近平 于10月22日抵达俄罗斯喀山 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与普京进行会晤 而在此之前 韩国外交部已就朝鲜特战部队 进入俄罗斯一事 向俄方提出抗议 称其可能在俄罗斯战场上展开行动 此外 伊朗与俄罗斯的联合海军演习 也在印度洋展开 这一系列动作 令外界对这四国的协作能力和意图 产生了质疑 美国官员警告称 这四国可能形成新的邪恶轴心 其威胁程度甚至超过二战时期的轴心国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持续 中东局势的紧张 以及台海和朝鲜半岛的不稳定 这种联合的潜在军事行动 将对全球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自2020年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中共、朝鲜、伊朗和俄罗斯 在多方面展开合作 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导弹和无人机 朝鲜则提供炮弹和反坦克武器 而中国则通过技术和工业产品的支援 助力俄罗斯的军事工业 这一合作模式 不仅在军事领域日益紧密 还在经济上表现出相互依赖 特别是中共对伊朗和朝鲜的经济支持 使其政权得以维持 美国众议员罗伯·辉特曼指出 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类似于1938年、1939年那样的邪恶轴心正在形成 这一四国联合对全球安全的挑战 主要在于他们对国际规则的挑战 以及对人权的漠视 尽管四国的合作不断加深 但尚未建立起正式的军事同盟 分析人士认为 当前的合作更多是出于短期利益的交易关系 而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 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联系 仍远超于这四国的关系 反映出他们之间存在的深度不信任 目前 卡梅基国际合并基金会的专家指出 削弱中共与其他三国的关系 将是阻止这四国合作的关键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强调 尽管这四国之间的关系 并非政治同盟 但他们在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共同目标上 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随着中俄一朝的战略利益逐渐趋同 未来的局势将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中俄一朝四国的合作 构成着对全球安全的潜在威胁 他们的联合行动可能引发一系列不稳定因素 使得美国及其盟友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 全球的安全格局将面临重新洗牌 各国之间的外交、军事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 应对这一新兴邪恶轴心 西方国家需要迅速采取行动 制定有效的反制策略 以保障国际社会安全与稳定 近日 中国北方沿海地区发生严重海水倒灌现象 影响了河北、辽宁、天津、山东和江苏等地 部分地区的水深甚至达到居民腰部 这一罕见现象自10月20日到21日间持续 官方专家对此未能给出合理解释 引发民众不安和对可能地震的猜测 居民们反映 这次潮涨程度在几十年内实属罕见 许多人称之为30年一遇 尽管官方专家称此现象与天文大潮有关 但很多网民对此表示怀疑 一些地震和异学爱好者联想到可能的地震预兆 并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这次海水倒灌的异常性 一位微博用户提到 在同一天 多个沿海城市发生海水倒灌 专家的解释 显得不足以令人信服 此外 近日网络上关于工厂内签的传闻也引发了关注 部分网民将这一现象与政府的紧急迁移措施联系起来 旅德水利专家王维洛对大纪元表示 海水倒灌 有一种原因是在河流的入海口 上游水库蓄水 河流的水位就低 造成海水倒灌 王维洛说 之前上海在河口地区 有过咸水倒灌的问题 这样会影响自来水质量 对老百姓的身体健康是有害的 但是官方主要公布的资料说 都合格了 老百姓没办法参与监视水质的调查 中国没有这个机制 而外国是都有这个机制的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 中国历代信神 信奉天人合一 很有智慧 往往能够从一些征兆来预测极凶 包括天灾人祸 甚至朝代变更 所以 许多著名的预言师流传至今 现在 中共的所谓专家 只会从物理学角度给人解释 甚至为了政权稳定而故意掩盖知道的情况 将来是有罪的 所以中国人 现在最好自己多观察天象变化 要学会自救 针对中国多地海水异常倒灌的现象 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忠 庞先生表示 近日 大陆 天津 江苏 福建 辽宁等五省多地 遭遇潮水侵袭 大面积的海水道观 这一现象与天文大潮有关 此波潮水几十年未见 规模罕见 海平面上涨 不是好兆头 世界可能要发生新的政变 一个王朝灭亡前 除了各种各样的天灾外 还有各种意象 今年中国大陆 地龙翻身翻个不停 锁龙井的链子断了后 到处刮大风 现在海龙王也来让海水道观 此时秋收还没完成 海水再道观 粮食又要减收 这是否是又一个大饥荒将至的信号呢 中国从南到北 出现千古异象 海水道观 是要改朝换代了 中国贵州2002年 曾发现了一块神奇的巨石 在这颗巨石的锻炼面 显现出 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 从2020年开始 中国大陆各种天灾人祸 天空异象密集出现 还大都是史上前所未有的千古异象 万古异象 奇奇怪怪的异象 每年排着队轮番到来 其实 这就是上天要灭中共这个恶魔之前 在警示世人 所以 要抓紧时间 脱离中共 退出中共 保平安 近日 曾在中共央视担任主播的瑞成刚 时隔十年 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 他在油管上发布短片 瑞成刚回来了 但并未深入探讨自己被捕的具体情况 瑞成刚 197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 曾在央视财经频道担任主持人 也曾访问过多位国际知名人士 他在2011年至20峰会上采访时任总统奥巴马时声称 代表亚洲 引发了一些争议 2014年 他因涉嫌贪腐而被捕 之后便消失于公众视野 据报道 他于2015年被判刑6年 直到2020年12月刑满释放 在他最新的影片中 瑞成刚回顾了自己在央视的成就 以及在狱中的生活 但重点谈了一些人生感想 他表示 今年47岁的自己 已有6年半未能享受自由 他说 现在是职业投资人 并否认网传在香港地产公司上班 他花较多时间解释关于他的间谍 各种绯闻等是被泼脏水污名化 他称 消失10年后 选择在油管跟大家再见 因为这里的空间比较大 瑞成刚没有透露 目前身在何处 不过 提到前段时间到海外旅行 X账号高级分析师认为 依据视频截图推测 瑞成刚现在在美国 理由包括美式室内装修风格 英文书籍等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则直接指 瑞成刚到了美国 网友对他的诚意表示质疑 有网友在留言中指出 大家更关心的是他为何入狱 具体哪些传闻不实 并希望他能够坦诚揭露更多真相 有评论认为 他的回归影片给人以不够真诚的感觉 认为他应该在这里更加开放地分享自己的经历 2014年 瑞成刚因涉及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喜的贪腐案件被调查并拘留 但官方对该案黑箱操作 更令外界认为试涉敏感 2017年2月6日 一张据称是吉林省焦河市法院签发的瑞成刚案执行通知书的图片在网上流传 图片显示 妻已行贿受贿罪 在吉林省焦河市法院被判6年监禁 2015年开始起刑 推算到2020年12月刑满 消息很快在大陆遭近 当时有消息指 瑞成刚从高官级家属口中得到政治和经济机密后 传给外国情报机关 2014年9月 官方新华网曾发表 瑞成刚遭爆料是特务网友 若是真的 必须严惩的文章 使瑞成刚涉嫌充当外国间谍的传闻更胜 下面是广告时间 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 糖尿病患者每降低1%的糖化血色素 总离世率可降低21% 小血管并发症风险减少37% 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节肢或离世风险 则下降43% 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以下 能有效降低并发症的风险 近年来 越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式 搭配食疗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 减少对药物的依赖 接下来 我们来听听香港九龙的陆先生 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保四个月后的变化 健康管理 因人而异 每个人都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来维持身体的平衡 不论是透过饮食 运动 还是选择合适的补充品 持续关注自己的健康 都是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一环 这期的热点追踪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